放下不是思想的方向 为什么呢 做事没有障碍嘛 离思无碍 思思无碍 障碍是你的错误的念头 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错误的念头 与做事不相干 真的是意念主在一切 你看看 你有这种分别执着 一天要吃三顿饭 一顿不吃就磨得慌 执着 如果你一天吃一餐 你就没有想到 还有什么早饭晚饭 没有了 饿不饿了 不饿啊 这没这个念头啊 佛经上说的 一切乏从心享受 我们也看到 这是最近看到的新闻 好像是一个印度人 听说有六七十年 没吃东西 没喝水 他也没有大小病 人喝得很正常 可不可能 可能 为什么可能 发心融通 心相不妨碍 他为什么能做到呢 他没这个念头 这个在我们现在讲 他清净心 一切 佛也对我们六道凡夫 了解得很清楚 叫你完全不成 终于做不到我 所以佛给我们实现的 一餐 佛当年在世 一餐就 每一天吃一餐 日中一食 树下也休 一餐够不够 够了 我们现在够不够 不够 你们决定不够 为什么原因呢 你们消耗能量太多了 必须要补充 消耗能量最多的是什么 不是劳心 也不是劳力 我是妄念 妄念 消耗能量最多 我早年 那时候二十几岁 学了福了 我就练习 晚餐这一段 断掉 我的方法呢 是紧实 一天紧一点 一天紧一点 大概两个多月 晚上的东西就断掉了 是慢慢进 就变成习惯了 省很多事 省很多时间 我是三十一岁 跟李老师 跟李敏兰老师 知道李老师 日中一时 好像在他中 住了一段时期之后 我就跟他学习 我把早餐 早餐这一段 也断掉了 不难 我一吃一餐的时候 吃到第八个月 我才告诉他 我老师 我已经吃一天 吃一餐了 他多久了 八个月了 怎么样啊 很正常啊 做这一份 永远保持下去 简单的生活 快不求人了 中国古人讲 人道无求品质高 我们生活简单 需要量很少 可是我的一餐 跟他一餐比呢 他吃的比我少 他是山东人 喜欢吃面食 告诉我 应光大使也说词 你看文朝里面讲 面食的营养 比米饭营养高 吃午 日中一食 最好是用面食 这应光大使讲的 有道理啊 所以李老师是 这个日常生活 都是面食 非常简单 都是在意念的 你有这个念头 就 就 问题就出现了 我去看看 那我过来 那我会 我去睡觉 去睡觉 是 那个 我去睡觉 我过来 那我过来 我去睡觉 去睡觉 你 不是